大家早安,我是贤君 不知道大家遇到了一个长得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不对 不知道大家在我上次做完蜡笔小心的影片后 有多少人有感受到我这次会做大雄的太阳王传说的回顾影片 这件事我有那么一点好奇 太阳王传说是多爱梦第21部的电影 于2000年上令 是腾子波二雄老师过世后的第三部电影版 也是我个人认为在那之后第一部表现比较亮眼的电影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回顾吧 一开始的场景是在一个奇妙的森林里 有个坏人连小夫 给了白雪公主镜香一个毒苹果 白雪镜香倒下之后 矮人多拉和小多拉才回来看到这副惨状 这个时候王子胖虎也登场 为了白雪公主而大哭了一场 但是他抓住的手居然是大雄树的手 大雄树说王子胖虎没有照着剧本演 胖虎说王子想做什么都可以 但大雄却说胖虎根本就不像王子 好啊,以前要当最像孙悟空的人 现在又要说谁是最像王子的人啊 后来小夫也说自己比较像王子 于是他们这次的戏剧排演就这样搞砸了 之后大家就各自回家 不过胖虎还把万能舞台机借走了 也不管杜莱梦要不要借他 他把这道具带回家 自己开了一场十万个观众的演唱会 而杜莱梦他们打算用交换东西包袱金拿回道具 不过因为大雄的干扰 只有把胖虎交换过来而已 后来他们就改用时光洞穴和时光补虫胶 想要撵走今天晚上睡觉时的胖虎旁边那一台 但是大雄不小心直接撵到胖虎的脸上 他想要逃走的时候 胖虎也用补虫胶想抓住他 结果在他们的拉扯之下 时光洞穴就发生了小小的爆炸 之后进香也回家了 大雄妈妈看他们这么脏 就要他们去洗澡 而就在这段时间 刚刚产生时光错乱的时光洞穴里 跑出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这个生物在大雄的房间里东看西看 把大雄的房间搞得非常乱 在他们洗完澡后 也看到了这么混乱的房间和那个生物 大雄趁他不注意抓住了他的尾巴 不过却是被他拖进了时光洞穴里面 哆啦A梦也只好跟了进去 结果发现时光洞穴通到了另一个世界 本来哆啦A梦想要赶快回去 但是大雄想要拿回他的零分考卷 不过在追着那个生物时 出现了一个带着奇怪面具的人 这个人手上还拿着时髦之类的武器 而且具有着强烈的攻击性 在大雄负责当幼儿的时候 哆啦A梦已经吃起了翻译菊落 在面具男靠近时 他们试着和他沟通 但他依旧冲上来攻击他们 不过在他靠近大雄时 他拿下了面具 里面是一张和大雄一模一样又没近视的脸 可是这另外一个大雄并没有因此对他们产生亲切感 在哆啦A梦把他的毛变成花后 他就算徒手还是一样追着大雄跑 最后两个人一起掉进了一个脏水里面 在哆啦A梦把他们救起来之后 之前那个生物也跑了过来 一直舔大雄的脸颊 还抓着大雄不放 而旁边看着这一幕的两个人都笑了出来 另外一个大雄也把那个生物叫了过去 终于和他们变得友好的另外一个大雄 告诉了他们这里是太阳王玛雅王国 这生物是他的宠物叫做宝宝 而他是这个国家的王子 名字是迪奥 对对对 我大概知道留言区会出现什么留言了 所以我跟随自己先玩梗 总之当大雄要宝宝还他考卷时 迪奥却反过来要他们说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就告诉他他们是穿过洞穴从日本来的 结果王子就直接跑了进去 多拉爱梦也追了上去 不过大雄还想着他的考卷 就要宝宝带他去拿他的考卷 而宝宝以为他是王子 就带他去拿考卷了 当大雄拿到考卷的时候 他后面出现了一群在找王子的人 而且在宝宝的出卖下 他们就把大雄当作王子带走了 另一边跑到日本的王子 在大雄家里四处走动 给多拉爱梦制造了一堆麻烦 他还被电视里的魔术师吓到 直接把电视给打烂 多拉爱梦就赶快把他的身体洗干净 慢慢带他了解这个世界 大雄这时也被带到了玛雅王国 受到了王子一样的待遇 洗了澡又换了一套衣服 而当大雄妈妈回到家里的时候 多拉爱梦就把王子带回了玛雅王国 王子对于这样的状况 表示他想要和大雄交换身份一阵子 拉蒂娜是他们国家以前的神官 但他会用邪恶的巫术蛊惑民众 就被王子的母后给赶走了 被赶走后的拉蒂娜就住到了 白骨森林里的黑暗神殿里面 不过他给母后下了诅咒 让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所以王子就决定要打倒拉蒂娜 而大雄听完这件事就不管多拉爱梦的反对 接受了这个提议 隔天他们就确实的更换了服装和发型 多拉爱梦也把备用白宝袋给了大雄 接下来大雄就开始了他的贵族生活 他首先不小心走进了练武的地方 然后就在被逼着修炼的情况下被打晕了 醒来时他的旁边有个女生 这个女生说他的名字是哄哄 还说王子是不是被他爸打到失去记忆了 即使他给了大雄一个他亲手做的手势 而开心的带上他的大雄 就开始了他的微服出巡 不过在玩游戏的小朋友一看到他就跑掉了 当大雄开始玩起他擅长的番花神时 大家才开始亲近他 之后大雄在和哄哄的对话中 知道了因为最近这里都没有下雨 所以有胡供品的仪式 于是大雄马上去阻止这件事 不过主持仪式的人完全不管大雄 加上王子之前也同意了 于是大雄只好跑到旁边 用天气制造箱把天气变成雨天 阻止了这场仪式 而另一边靖香拿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想要当做这次剧本的参考 结果王子不但把这本往靖香的脸上丢 还说他只会碍事要他离开 靖香就很难过的跑掉了 接着王子走到了外面 但走一走就开始跟车子玩赛跑 让哆啦A梦伤透了脑筋 他回家时还被妈妈要求拔草 本来他说他是不可能会做拔草这种事的 但是大雄妈妈实在太可怕了 所以他最后还是拔了草 晚上换回身份后 王子还特别找了两个手下练练伸手 这两个手下都不是王子的对手 不过当王子离开时却听到他们说 他们其实是故意放水讨好王子的 到了隔天 胖虎因为昨天晚上被捕虫娇年 跑来找王子算账 两个人就跑到了空地打了起来 在他们打得难分难舍时 靖香刚好看到了这个景象 也跑过来阻止 都拉爱梦眼看情况变成这样 只好把事情都告诉他们了 而这个时候的大雄正被抓去练习棒数 练到他直接逃了回来 刚好大家也都来了 所以他们就决定一起去玛雅王国玩 而大雄只好扮成女装 到了王宫里面 王子就让哄哄带大家参观 结果他又马上把大家带到 大雄最不想靠近的竞技场 胖虎倒是觉得很兴奋 还要哄哄的爸爸依西曼叫他棒数 而在他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昨天的手下在旁边说他打得比王子好多了 这时王子却突然跑过来 说要和他们比沙卡迪 所谓的沙卡迪就是像足球一样的球类比赛 谁得了三分就赢了 不过输的人必须要听赢的人的任何命令 是以命当赌注的游戏 但是王子一个人跟他们踢完全就处在劣势 而且这游戏还能直接踢人 哄哄说只要不用手就不算犯规 这我知道 规则没说不行就不算犯规嘛 跟网球一样 而在王子失去两分的时候 大雄也跑下场表示他也要参赛 于是在加入了大雄这个不稳定的元素后 基本上就是王子本来就很强 大雄突出了一个人就可以赢了 结束后王子决定让大雄来下命令 大雄就说要放过他们 这件事就以和平的结局收场 到了晚上 哄哄跟王子分享说 他终于学会做东京铁塔的番花神了 王子却说这东西无聊死了 而他这句话 加上昨天他看到王子乱丢他给他的首饰 这些伤害让他哭着跑掉了 他跑到河边后 却遇到了骑着鳄鱼的怪人 王子追上来时 看到一个秃鹰用拉蒂娜的声音说 如果想要救他的话 说完他就飞走了 而这件事那两个手下在旁边偷听到了 王子要他们不准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就自己一个人离开了 隔天早上大家要过来玩时 大雄忘记戴假发 这两个手下一看到他 就问他是不是把哄哄救了回来 结果两边都只好互相坦承了 大家就决定去帮助王子 大雄还戴上了哄哄做的手势 后来他们在飞行时因为遭受到了一击 让竹蜻蜓没电了 所以不得不降落到地面 也因此让宝宝可以发现陷入流沙里的王子 但是把他救起来后 他却说这件事和他们无关 要大雄他们回去 大雄就说因为我们是朋友 也许我们的身份不一样 但一加一一定大于一 所以朋友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迪奥就被大雄感化了 之后大家在山谷被一堆蛇围了起来 大家试着用快没电的竹蜻蜓飞出山谷 但老师脚下的岩石崩塌 让他掉下了山谷 而那些蛇也爬了上来 大家只能继续赶路了 之后哆啦A梦拿出了 随时随地任我滑行的溜冰鞋 这溜冰鞋可以在任何地形上滑行 甚至连瀑布也可以 伊西曼表示 啊你刚刚怎么不拿出那个道具 接着他们在水上被一群老鹰攻击 迪奥稍微抵抗了一下就被他们抓走了 哆啦A梦在他被抓走后 拿出了风神扇子把这些老鹰吹散 当他们想去追迪奥时 骑鳄鱼的人也跑了出来 哆啦A梦给他的鳄鱼吃了超级无敌气球口香糖 让他跟着鳄鱼一起飘走了 看一看现在留下来的神员 会发现只剩下原班人马 所以也许哆啦A梦是故意在其他人被抓走后 才拿出有用的道具的 后来继续赶路时 宝宝突然自己往前面冲 结果大家都跟丢他了 最后果真是以原班人马群员一起抵达了神殿 而哄红就在神殿的顶端 大家马上往神殿上面冲 结果旁边出现了好几只石像怪 有一只石像还特别针对镜香 要把镜香连带着要保护他的大雄猜变 不过他们被踩了也还没有事 胖虎的攻击也打不到他们 于是哆啦A梦就得出了这些是幻觉的结论 不过这里就是个连我小时候都会吐槽的剧情 幻影有什么好怕的又碰不到你们 又不是变成超大蜘蛛什么的超恐怖的东西 总之哆啦A梦要大家捏住鼻子 然后用电波天线和胡椒 对躲在上面施数的人狂撒胡椒 就这样解决了他 接着他们继续往上爬 这次拉蒂娜终于现身了 他一出现就直接把哆啦A梦的口袋烧掉 然后和大家解释说 他要把王子当作食日仪式的贡品 这仪式是当日食发生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灵魂转移到贡品的身上 这样他就可以用王子的身体 统治玛雅王国了 说完他又派出了一个手下 据说实现在唯一对他有威胁的胖虎 然后要大雄上来代替哄龙躺上去 而大雄上去后马上用交换东西包袱巾 把哄龙换成了森林里的巨石 换完后他马上就跑掉了 却还是被兔鹰抓了回来 兔鹰的翅膀把巨石拍了下去 让胖虎的敌人暂时分心了一下 胖虎就趁机把他打下了神殿 这时他还看到了伊西曼 原来他掉下山崖后是掉到了河里 所以他活下来了 而刚刚的敌人也没有事 伊西曼这次就以悬殊的实力击败了他 不过大雄还是在拉丁娜手里 这时玛雅王国的百姓居然全都跑来了 他们打算要拯救王子 而真正的王子还在他们的背后 王子在被老鹰抓走后 用自己的力量挣脱了他们 后来在森林里面被宝宝发现 但因为刚刚从上面摔下来后脚扭伤了 所以现在他才好不容易走到了这里 而他要拉丁娜放了大雄 由他来当拉丁娜所需要的活祭品 不过拉丁娜表示 小朋友才做选择 我两个都要 于是他把迪奥打倒在地 但正当他要用小刀刺大雄时 大雄身上的手势刚好反射太阳光 照在他的眼睛上 大雄就趁机挣脱 再把备用白宝袋丢给哆啦A梦 当他要和迪奥逃跑时 拉丁娜又爬起来要用对付哆啦A梦那招了 不过马上被小副操控的石头打掉 大雄就和迪奥再次进行了沙卡迪的合作 终于把拉丁娜打下了神殿 而当日食结束之后 拉丁娜突然急速的老化 并且慢慢的往某个方向走 大家也因为被他现在的容貌吓到 没有阻止他 结果他按下了一个按钮 这按钮会把神殿破坏掉 就跟杜芬舒斯说的一样 每个东西都会有自爆按钮 而大雄和迪奥来不及逃离崩塌的神殿 迪奥脚下的石头也垮了 让大雄和他都一起陷入危机 最后他们要掉下去时 拉丁娜的突婴跑来救了他们 因为拿回口袋的哆啦A梦 给突婴吃了淘汰狼饭团 这次的事件才终于结束了 回去之后迪奥在母后的加冕下 成为了太阳王 而大雄他们因为时光洞穴出现错乱 所以必须要回去日本 而且没有办法再回来了 所以他们再次交了一个不同时间与空间 并且再也没有办法见面的朋友了 这部电影版也是很多人一直希望我做的 而我个人也很喜欢这部电影版 先不讲剧情 光是他在电视上重播的次数 就已经让他占据了我童年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而这部电影版 从我小时候到我现在重看之后 我对他的感想一直都差不多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一部有趣的电影 从一开始的设定 是让大雄和长得跟他一样的交换生活 就让这电影马上增添了乐趣 光是能看到大雄跟胖虎打架 大雄还把他压在地上 这种画面可不多见 他光是在设定上就蛮有趣的 而剧情中的细节及转折也非常的多 像是一开始大雄用错的交换东西包附近 在后面就以一个不错的用法出现了 哄哄给大雄的手势 不但明显制造了大雄和王子之间的差异 给了哄哄一个心碎的契机 在后面还让大雄得到了反攻的机会 最后用大雄和迪奥第一次合作的沙卡迪 当作解决拉蒂娜的方法也很不错 而且最后面的剧情反转不断 老师和迪奥一个掉下山崖 一个被老鹰抓走 大家以不顺利的方法到了神殿 大雄又被用口袋解除危机 但是却又被兔鹰抓回去 接着买亚王国跑了一堆人来救他 连迪奥本人也赶来了 不过对拉蒂娜没什么影响 然后让恍恍的手势发挥作用 好不容易才打倒了他 结果他又让神殿崩塌 最后大雄他们才终于得救 是不是重听一次就觉得后面软折真的有够多 这一堆剧情让这部电影显得不会无聊 不过这电影在反派的设定上就显得比较失色了 我知道本来这里的设定基本上这里就是古代 所以敌人本来就抢不到哪里去 一开始大雄用天气制造机时就可以看得出来 武方队完全可以靠科技碾压敌人 所以编剧就把竹蜻蜓用坏 把武方削弱 让敌人的攻势都以偷袭的方式登场 用惊吓指数来代替战力指数 但是一到两方人马完全接触的时候 就会显现出他的缺点了 剩下的敌人一个是在玩没用的幻术 一个是用时髦跟人打架 一个只会叫脱音和使用超慢速烧忍 基本上不要理幻术 用一个空气炮就可以解决所有人 但哆啦A梦只用空气炮来打幻术 简直赛闹 不过这些缺点之后 就用了不停的转折演示过去了 主要是幻术那家伙真的太蠢 不然这缺点不会那么明显 而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单纯的 讲述友情的王道热血故事 然后看着迪奥一路成长 基本上也没有讲其他的东西 普通老套却又简单王道 看的时候不用想太多 就是轻松看开心 所以我觉得这部动画真的非常单纯 就是一部纯粹的有趣的电影 好啦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按个订阅 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啦 拜拜